二十年前左右 置地置建 在內湖的一個這個 周處 是否呢 要重建的問題 相信大家已經看到表題 對 沒錯 就是最近呢 我們有跟 莫莫的爸爸呢 有聊到 就是關於他們家的 二十年前左右 置地置建 在內湖的一個這個 周處 是否呢 要重建的問題 那個時代也沒有什麼 太多什麼投資理念啊 以前阿嬤那個年代就是 有錢就是買地 現在聽起來很狂 對 以前 可是以前真的是這樣 可是以前真的是這樣 那天我們跟 岳父大人聊天的時候 就有聊到 就是當時在興建這個 房子的時候 那裡這個是鳥不生的 那邊就是荒郊野嶺 然後那個野草都長得比你還要高 而且那時候那塊店 應該很多人在種菜 對啊 我們那裡現在還有人 在種菜啊 覺得他媽真的是超級土 你一個轉角那裡 你有看到嗎 我有看到啊 他那個地拿來種菜 好爽啊 OMG 那每一顆菜生出來 都可能幾兩萬 現在啊 親戚朋友啊 老一輩的長輩 其實有一些都各自生活了 隨著後續呢 岳父大人也開始 為這個默默啊 還有兩個妹妹啊 還有弟弟啊 去討論關於這個周祖未來 要怎麼去延續 那究竟呢 是要作為投資好 還是要持續就是 譬如說他們兄弟姐妹們 繼續住在一起 那現在有很多的團隊呢 他會協助你去做一個 區域性的綜合評估 究竟這樣子的地呢 以現在的法令 他適合重建呢 還是他適合就單純售賣 那TED他們的團隊 會幫我們做一個報告 今天下午傍晚就會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晚一點 跟岳父大人去分享 另外喔 不論是否要重建喔 其實我很好奇 這個二十幾年前的房子 岳父大人他有沒有 哪些地方設計是後悔的 那當然啊 就是最近我也準備了一個小禮物 要回去送給我們家的岳父岳母 因為這天氣 越來越適合送這份禮物啦 小小的心意 不足掛詞 連的壓師都不到 好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前往 莫莫娘家 Let's go 好的我們歡迎岳父大人 好久沒有出現在頻道 我先問一個問題 這個房子已經住了二十年了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你覺得 有點後悔 用電梯啦 喔二十年前 你要這樣自宅裝電梯 你知道嗎 出門就算了 回來很重啊 搬不上來啊 這個我同意啊 之前我搬過不少次了 如果再重建一次 你會特別注意什麼 電梯 哈哈哈哈 那是你 你在懶 那個那個 黃水要做好 因為我覺得好像台灣的房子 台灣最90好像對有漏水的現象 不曉得是工人的施工品質 還是台灣的企業 因為下衣 我們之前坐在這邊 我發現最嚴重的好像是 第一的房間 喔 這邊也是因為也是外面了嘛 這個牆是外面的 所以你看 我們都開始冰啊 濕氣然後就裂 然後它裡面有空氣 所以當初之後 他們就裝兩個洞 濕氣可以脫 好的我們回到了 我們之前 住的房間 熟悉的房間 真的有夠大 你看 跑起來 跟我爬起來 跑起來 那其實之前我們住這裡 都有發現 因為這可能剛好冷氣口 然後排水 這個應該是滲水 這裡也開始 漆也開始掉了 我有發現樓梯間上面很多 重新再刷過來 地下室也是啊 然後這一面牆 是沒有管線的 沒管線還可以成 變成這樣 那可能是哪裡有漏水之類的吧 所以其實把它覺得 主要就是在 防水這一塊 材料 然後施工 做房子 之類的 所以如果再重建一次的話 這個會特別 那當然另外 我們今天剛好 整個小禮物 就跟潮詩有關 就是這個 好的 這一台就是我們要送給 岳父岳母大人的 3M FDY60L 6公升 雙效空氣 清淨 加 除濕機 它是雙效的喔 在除濕的部分呢 它在80%的高潮濕環境裡面呢 像晚上洗完澡的廁所 它35分鐘以內 就可以降到60以下 這麼快速 對對對 5分鐘以內呢 一般的房間 像滴滴的房間啊 或什麼的 就是不是在高潮濕的環境下 它那個不是一般的房間嗎 它那個是超潮濕的房間 那就 8碼的房間呢 就可以讓整個室內呢 達到均勻的儲食狀態 另外啊 像針對7坪以內的空間啊 它的日儲濕量 可以達到 6公升 水箱的話 是2公升 當然它還是有一點點落差 就是滿水大概1.8公升 其實以7坪的空間來講 這種效能的話 滴滴的房間就夠了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東西就是它 是雙效 它有清淨的功能 它後面有那個3M的 那個獨家的靜電濾網 其實因為家裡齁 有一隻狗 加一隻貓 對 然後現在又一隻半獸人 像上次BUBU來 明明沒有進去 小阿姨的房間 貓毛飄出來 只是走過去喔 它完全沒進去喔 它的臉就 總得像豬頭一下 這台呢 它有搭載這個 3M的獨家靜電濾網 最小它可以過濾到0.003 面對細菌啊 像PM2.5這類 看不到的細菌 一個小時內 可以過濾99.9% 哇哦 對對對 所以 所以拔麻以後呢 就是我們有要帶BUBU來之前 然後我們就可以 就放一個走廊 直接先清淨一下 以免就是貓咪的毛那邊 飛啊飛 再過來就是拔你最愛 一級能效的超省電 然後因為這一層喔 有三個房間 再加一個大客廳 它有輪子很好移動 我看看拔可以移動看看 其實它很好推啦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那個水箱 你單手可以操作 拿出 倒水 擠裝回去的動作唷 它面板上的控制 其實也是一目了然 像它有這個 兩段風速 然後還有三段的定時 可以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 八個小時 然後還有這個 四段的除濕程度 就是有 四十五十六十連續 雖然說 這個小小台喔 但是它很方便 想除哪裡就除哪裡 接下來 這一台呢 之後就是會陪伴著這個 岳父岳母大人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報告 要出來 我們等一下晚一點 我就會收到了 那等一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等一下見 好的 來了 我們報告已經拿到了 這個 剛剛我們看了一下 這個報告真的很細 這真的是專業團隊 很仔細的幫我們去查了很多的資料 然後去分析 我們現在這一塊土地跟這個建 建 這一棟建築 到底適不適合重蓋 他說 這一種是屬於第二種住宅區 它的樓高是有限的 就算改建呢 它最高也只能到五層樓 所以對於原建築物來講呢 就是能增加的面積幅度是有限的 像很多觀眾朋友可能 周廚啊 還是什麼 你們也有這種 自立自建的狀況下 你們要改建的時候 你們要去考慮到這個 投入成本 如果說 這一塊地 你最後 哇你可以蓋15樓 你現在才蓋5樓 蓋啊 為什麼不蓋 我上面拿去賣 我都成本都可以回來 可是如果像 有一些地方或者是地區的那個地形 它是沒有辦法蓋這麼高的 那你三樓 變成蓋成變五樓 好像沒有太大的意義 可能還會虧不少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 附近喔 是比較低密度的住宅區 當然相對延伸出來 我們出去基本上都會開車 那再過來就是說 如果我們轉換成投資的角度 就是如果我們重蓋 一樣是這樣子 一城一戶的狀況下 其實他們建議是說 以這樣子的戶型喔 產品啊 在生活經濟上 或交通便利上 例如捷運 目前的狀況 產品是稍微的 不具這麼的優勢 所以不太建議現在 這個時間點去做一個重新的規劃 然後他說 如果以土地開發 來做效益的計算的話 未來改建能創造之最大頻數 應該落在200頻上下 他就是說 綜合以上的因素呢 如果要進行 比如說 資產的配置啊 或投資 建議最好呢 還是以現況 共同出售 他們認為 這個可能是 比較符合 經濟效益 雖然說 事成這樣我們很想打掉重鏈 但是你真的是 去評估了以後 不如去買一個新的好了 這種感覺 這真的是要取決於 岳父大人怎麼想的 但是如果現在住起來 也沒什麼太大的變動的話 或者是有不習慣 或者是即刻的什麼危險 應該也不太需要去重新 再做那個變更或是做重建 那不必要 對啊 可能再做個幾年 不然就是說裡面再重新再做個 整修裝潢這樣 啊我是有 這個聽說 這個岳父大人比較想買到日本去 這裡賣掉 我去買日本 所以剛剛那份報告裡面 有提到幾個點喔 就是包含你的 地的大小啦 你的 樓層高度啦 等等 就如果你們有周處 或者是你們有一些 不論是在 中南部還是在北部 你們都可以 去找到 專業的團隊幫你評估 評估完了以後 你們再來做決定 那希望這支影片呢 有幫助到大家喔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的 朋友他們的 比如說 抱老媽 公男媽的那種 老房子 都會有像 我們這裡這種 壁癌啊 或者是什麼這種狀況 或是有沒有那個 建商公司 想要幫我們拉皮啊 重新整修的也可以啦 以下開放業配 好不好 好的那最後呢 關於我們這一次 送給 岳父大人岳母大人的這個 3M FD Y60L 6公升的 雙效空氣 清淨除濕機 相關的資訊 連結我會有 放在下方的說明文 有時候 買一台除濕機 可能比重建快一點 好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那還可以給一個讚 然後這支影片分享 會給你身邊 也有老宅想改建 或者是 老宅 或者是想要自立之間的朋友 那最後記得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Facebook IG 還有我們陌生父親 全部訂閱起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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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 現在夫婦都很怕 我們就忽然不見 因為我們之前吃得很像這樣 之前 來的時候 有時候要寄給阿公阿嬤的時候 就會趁他有個不注意 一轉頭 轉頭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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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媽 我看不見